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录制聚集完成之后的结果大概就是长 各位可以看到的这个多了哪些东西 各位可以看到这旁边我多了两个按钮 这两个按钮你们应该是没有啦 不过就是我希望以后我们在工作上面 你们可以把一些重复性质很高的工作把它变成按钮 然后呢将来我只要做一件事这个两个按钮按下这个清除的话 可以把刚刚这个手机号码的资料清掉 OK 然后按下串接的话呢就是再把刚刚的这个公式再串回来放在这个位置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要怎么样可以让它很方便的 就可以帮我产生像这样的一个按钮 然后可以把一些重复性质的工作全部呢让它就重复在执行过 那当然好处就是说呢你就不需要每次都还要再输入一次公式 那当然不是说只能够做这么简单啦 其实以后还可以甚至可以把很多个栏位的资料 全部串在一起让它全部自动跑啦 甚至可以很多个栏之外很多个列 然后很多个工作表很多个工作部啊其实也都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那当然呢 Excel 的好处就是说它可以帮你处理一些重复性质很高的事情 反正呢电脑它的好处啦你可以24小时不关机嘛 时间到它可以自动处理啊这些其实都办得到的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程式写出来 其实真的可以大大节省你很多的时间 那只是说呢要怎么样做到这样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边的话我把它 这个隐藏一下因为这个会挡到 然后呢各位可以看到首先第一个 我如果要能够做这两个按钮 那其实怎么做啦我把它还原一下 首先的话我当然把这两个按钮先把它删掉 选Delete掉 第一个的话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学会 Excel 里面呢它其实有一个叫所谓的 录制聚集的功能 那这个功能的话呢就是说呢 我今天如果希望可以把我某些 每天常做的那个固定工作 的动作呢录制下来 那它就会帮我把对应的程式给产生出来 那首先当然第一个 你们可能会遇到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们的上方不晓得有没有开发人员 如果你开发人员已经打开的话 那表示说你应该是属于进阶的使用者 一般其实 一般的应该是比较美 不过你会发现现在开启 那个开发人员的比例越高了 所以那个Office Excel 里面 下一个最新的版本 我印象中好像开发人员已经就预设打开了 那只是旧的版本因为开的比较少了 所以要从哪个地方去开启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如果开启开发人员 一请你点选上方的箭头 二的话呢其他命令 点一下 箭头点一下其他命令点一下 再点选那个制定功能区 把开发人员的地方打勾 OK所以特别注意 上方点一下 然后其他命令 再点选制定功能区 点选开发人员打勾 OK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确定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上方 就会有一个所谓的开发人员 第一步完成 那第二步的话呢 我如果今天希望 可以帮我怎么样 可以帮我把那个 我们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那怎么做 当然主要是透过这个录制聚集 帮我把我做的滑鼠跟键盘的动作 通通记录下来 然后最后的话呢 再利用什么 开发人员里面有插入什么 插入这边有个叫做 表单控制项里面就有个按钮 那你可以把这个按钮点选 拖拉就有两个按钮产生 那我做一次给各位看 所以第一步请各位 先把开发人员打开 那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呢 先把那个 我先把这个删掉好了 等一下重 然后 里面原来有公式 我把这个删掉 那我要怎么样录制 我是建议各位 可以先把这个 录制之前 当然呢 有点像是那个录影 录影之前 建议是彩排一下 否则的话 你可能会N区重来 然后录完了结果的东西 它会在这个聚集里面出现 所以我目前有两个 我把它先删掉 我把它删除 把它删除 然后重来一下 所以一个叫串切 一个叫清除 我把它先删掉 那我们 有两段程式 所以你变成要彩排两次 那第一个我先DEMO一下 一 游标先放在一二储存格 OK 特别注意 你游标不要直接就放上去 你放上去再点它不会有任何作用 所以记得哦 游标先放在一二以外的储存格 然后点一下 一一 游标放一二 二的话呢 上面 点一下资料编辑列 打勾 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 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的话 直接点选游标 这个储存格 把游标移动到它右下角的这个空点 被变成黑色箭头的时候 快点两下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叫串接好了 那第二个步骤就删除 叫清除 清除的话就一样 游标放在一二储存格 然后向下选到底 我是建议不要用滑鼠这样选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这样滑鼠向下选 可能会过头 也可能会选很久 所以呢 如果我希望呢 可以选到底的话 我建议各位可以记一个快速键 游标放在一二储存格 让它向下选到底的话 就是 Ctrl Shift 向下 Ctrl Shift 向下 Ctrl Shift 向下 就是帮我选到 这个范围的最下方 然后再按清除 清除就Delete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第二个聚集的录制 那我录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哦 我们彩排过了 那我们要直接来了 第一个的话 就是 录制聚集 然后接下来的话 给一个名称叫串接好了 所以我们第一个叫串接 好 然后刚刚彩排过了 所以我们就 直接来了 按确定 然后呢 一游标放在一二储存格 OK 它会帮我录一行 叫range12.select OK第一行 第二的话 游标放在 在资料编辑里打勾 然后它就会怎么 帮我把公式 录到这个 储存格里面 OK 那第二 第三个的话 就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就autofill autofill 就自动填满 快点两下 好 三个动作就好了 所以一 二 三 不要有多余的动作 所以哦 一游标放这边 二 游标放这边 打勾 打勾 记得 三的话呢 向下填满 三 好 那一二三嘛 翻三个动作 做完之后的话呢 记得还有个 最后啦 一定要记得 停止录制 这个是四 OK 好 所以我们把它停止掉 好 那这样的话 你可以在聚集里面 可以看到 刚刚录下串接就ok了 那我们再录清除 清除的话就是 一样 录制聚集 然后这边输入清除 然后一样就是 把那个刚刚的动作彩排 彩排过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来 一游标放在一二 好 二的话呢 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这个可能要背一下 或者把它用笔记记一下 三的话 按delete 好 这样的话 就完成 完成一样停止录制 ok 所以哦 动作一样是三个 一 游标放在这里 二 Ctrl shift向下 三 按delete 所以一二三 四的话呢 就是停止录制 ok 然后呢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它 停止录制掉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录下的东西在哪里 在聚集里面 就会出现两个了 那当然你现在如果要执行 我们现在还没有加按钮 所以呢 你其实直接可以按一下串接 有啦 有没有看到 执行没有问题 表示你刚刚录的是ok的 如果假设啦 你执行 奇怪 老师他怎么乱跑 好像没有 这个跟我们要的效果 不一样的话怎么办 没关系啦 你就重录 然后盖过去就好了 有点NG 重来一遍 清除看看执行 有啦 聚集这个执行 没有问题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增加按钮上去就可以 所以我把重点讲一下 依开发人员 记得其他命令 里面的什么 制定功能区 打勾 再来就是说彩排一下 把刚刚的录自动录下来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先产生两个聚集了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增加按钮 另外 顺便看一下编辑 当然啦 你如果 录完了程式在哪里 你可能也要把它打开 其实按编辑的话 它会开启所谓的Visual Basic 其实它就是帮我把程式放在哪里 放在模组里面 这边有两个Sub 待会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先试着做做看